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 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身相契合 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复家 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 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 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 他都坐视精明 扫罗就立他做战事长 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大卫打死了那非力士人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打鼓急庆 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甚发怒 不喜悦着话 将万万归大卫 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 扫罗就怒视大卫 此日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大大降在扫罗身上 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 大卫朝常弹琴 扫罗手里拿着枪 扫罗把枪一抡 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头定在墙上 大卫躲避他两次 扫罗惧怕大卫 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 立他为千夫长 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 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 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扫罗对大卫说 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 只要你为我奋勇 为耶和华征战 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 要借非力士人的手害他 大卫对扫罗说 我是谁 我是什么出身 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 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 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 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 雅德烈为妻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有人告诉扫罗 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 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她的网罗 好借非力士人的手害他 所以扫罗对大卫说 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 你们暗中对大卫说 王喜悦你 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 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 说给大卫听 大卫说 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 是一件小事吗 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 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 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 王不要什么聘礼 只要一百非力士人的羊皮 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扫罗的意思 要使大卫丧在非力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 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 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 杀了二百非力士人 将羊皮满树交给王 为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 给大卫为妻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 常做大卫的仇敌 每逢非力士军长出来打仗 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 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 要杀大卫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却甚喜爱大卫 约拿丹告诉大卫说 我父扫罗想要杀你 所以明日早晨 你要小心 到一个披静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 与他谈论 我看他情形怎样 我必告诉你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 替大卫说好话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他拼命杀那非力士人 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 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 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 流无辜人的血 自己取罪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 我必不杀他 约拿丹叫大卫来 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带他去见扫罗 他就仍然势力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 大卫出去与非力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大卫就用手弹琴 扫罗用枪 想要刺透大卫定在墙上 他却躲开 扫罗的枪刺入墙内 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 要等到天亮杀他 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 你今夜若不讨命 明天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 大卫就逃走躲避了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用被遮盖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米甲说 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 刚连床将他抬来 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 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 放我仇敌逃走了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不然我要杀你 大卫逃避 来到拉玛见撒姆尔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他和撒姆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竟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 撒姆尔站在其中监管他们 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 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 撒姆尔和大卫在哪里呢 有人说 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也感动他 一面走一面说话 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姆尔面前受感说话 一昼一夜露体躺卧 因此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裂在仙之中吗 第二十章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约拿丹那里 对他说 我做了什么 有什么罪孽呢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巡索我的性命呢 断然不适 你必不至死 我父做事无论大小 没有不叫我知道的 怎么独有这事 隐瞒我呢 绝不如此 大卫又启恤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闷 他心里说 不如不叫约拿丹之道 恐怕他愁烦 我指着永生的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离死不过一步 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明日是初一 我当与王同喜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第三日晚上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西上 你就说 大卫妾求我 许他回本城 伯利恒去 因为他全家在那里 献年纪 你父亲若说好 仆人就平安了 他若发怒 你就知道 他决意要害我 求你施恩于仆人 因你在耶和华面前 曾与仆人结盟 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断无此事 我若知道 我父亲决意害你 我且不告诉你呢 你父亲若用利言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呢 你我且往田野去 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约拿丹对大卫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正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或第三日 我叹我父亲的意思 若向你有好意 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平安安地走 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 追讨被约的罪 约拿丹因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使他再启示 约拿丹对他说 明日是初一 你的座位空射 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 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 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 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剑 如同射剑靶一样 我要打发童子说 去 把剑找来 我若对童子说 剑在后头把剑拿来 你就可以回来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我若对童子说 剑在前头 你就要去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 直到永远 大卫就去藏在田野 到了初一日 王坐席要吃饭 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纳丹势力 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 大卫的座位空射 然而 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 他想 大卫遇事 偶然不解 他必定是不解 初二日 大卫的座位还空射 扫罗问他儿子约纳丹说 耶稀的儿子 为何昨日 今日 没有来吃饭呢 大卫 你妾求我 容他往伯利横去 他说 求你容我去 因为我家在城里 有献祭的事 我长兄吩咐我去 如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 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喜 扫罗向约纳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顽梗 悖逆之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以致你母亲漏体蒙羞吗 耶稀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 必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发人去 将他捉拿交给我 他是该死的 他为什么该死呢 他做了什么呢 扫罗向约纳丹 抡枪要刺他 约纳丹就知道 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 于是 约纳丹气愤愤地 从席上起来 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 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 就为大卫愁烦 此日早晨 约纳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 出到田野 有一个童子跟随 约纳丹对童子说 你跑去 把我所射的剑找来 童子跑去 约纳丹就把剑射在童子前头 童子到了约纳丹落剑之地 约纳丹呼叫童子说 剑不是在你前头吗 速速地去 不要延迟 童子就拾起剑来 回到主人那里 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约纳丹和大卫知道 约纳丹将弓剑交给童子 吩咐说 你拿到城里去 童子一去 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 俯伏在地 拜了三拜 二人轻嘴彼此哭泣 大卫哭得更痛 约纳丹对大卫说 我们二人 曾指着耶和华的名气是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拟我后裔中间为政 直到永远 如今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卫就起身走了 约纳丹也回城里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